刚刚淑芬已经问到说这过年的天气了 先来给大家一个预报 在今天温度要下降 明天后天的周休假期 你要采买年货天气寒冷 尤其是礼拜天 寒流的影响温度低 这个低低到礼拜一 所以周日周一温度低 周二的气温开始上升 刚好周二是什么 小年夜 大家准备要回到老家去 要返乡了 那除夕当天跟初一 都是个稳定的好天气 所以除夕吃个团圆饭 天气还不错 都有到20度以上 那到初一你要出去拜年 也是个不错的天气 目前看来 在下礼拜五初二 你要回娘家的时候呢 往北走 封面可能会接近 接着当然来看看 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在今天星期五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北部的朋友 昨天你有没有觉得云层量多 不过这句话只适合在 台北 宜兰 基隆三个地方 因为昨天最重要的原因是 东北东风进来 加上北部海面有水气通过 所以在北部地区 刚好有尹封面的关系 雨的状况来说就比较明显了 毛毛细雨 但是过了桃园以南 可都是阳光露脸 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有点相同也有点不同 相同的是呢 北部地区仍然云量多 有点毛毛雨 在台北东边的部分明显 东北角 北部海岸线 还有宜兰 但有点不同的在于说 今天是天气系统是封面要接近了 所以呢 车子往南走 现在在三亿的上坡路段有起农雾 能见度大约200公尺左右 提醒你 苗栗三亿路段起雾楼 行车注意安全 另外一个啊 你如果走中二高啊 到了这清水附近这一段啊 这个也就是清泉岗附近这边的台中地区啊 这边海边的部分也起农雾楼 能见度呢 现在也大约只有在100到200公尺 所以呢 你开车行进这一段 也要特别的注意 倒是台中市啊 现在是多云的天气 17度 往南走呢 天气状况来说 现在有一点薄雾的状况 气温也在17度 有没有注意到 清晨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跟昨天是一样的 东半部地区呢 倒是阳光开始揉脸了 外岛地区呢 马祖一直到澎湖都是阴天 今天的天气有点不同 在于说封面接近之下 晚上的气温要下降了 来看到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 我们先注意到 这条云带就是封面云带了 昨天晚上在华南地区 开始发展的水汽 到了今天的清晨的时候 水汽带逐渐的接近 所以呢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可以看到这昨天晚上的云图哦 封面还没形成 今天清晨 封面开始接近 所以在这中部以北 云层量多 那下雨呢 还是以在桃园以北 会比较偏多一些 绵绵细雨的下着 那再来我们就看看地面天气图 看看高压的位置了 从地面天气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压的位置呢 现在的冷空气影响 主要在长江流域 还没有再往南移动 所以今天白天呢 冷空气的量还是比较偏少 但是等到今天晚上 封面通过之后呢 北方的高压将要带下来冷空气 使得我们的温度呢 开始要下降了 今晚温度降 最冷的时刻 在明天的时候是温降明显 但是到了后天啊 这温度的降幅来说啊 北部地区就达到寒流的程度了 北部海岸线 大约只有在八度的低温 台北市在九度 嘉南平原也是在九度 所以温度呢 在周日的时候是最冷的 不过周日啊 各地天气都转晴 因为最主要是 干冷的空气吹进来了 到了礼拜一清晨温度低 礼拜一的白天 因为云层量少之下 温度会上升 所以周一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偏大 周二气温上升了 再来就是除夕初一都是个好天气呢 再来的系统就要等到 下礼拜五的时候才会再接近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今天的温度状况 在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到了各地的温度了 北部地区的温度状况来说呢 维持在17度 跟昨天的温度差不多 有点短暂雨了 倒是要提醒您 今天晚上的气温要下降 只有在12度 而到了中部跟南部地区呢 天气状况来说是多云时晴 南部到晴时多云 中午还有在23到24度 晚上冷空气只有在中部以北哦 所以南部还没有受到影响 而东半部地区呢 最主要是宜兰 东北角会下雨 到了花莲台东 阳光会露脸 再来就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先注意到明天 明天的话 北部还有短暂雨 但明天晚上北部的雨 就要停下来的 倒是明天注意哦 这个温度啊 是明天清晨的温度 14度 明天中午也在14哦 明天晚上就掉到10度了 所以温降明显 到了中南部日夜温差偏大 从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是寒流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哦 晚上的温度都低到10度以下了 白天呢 有没有看到日夜温差开始变大 因为天气开始好转 尤其中南部最为明显 周日周一寒流影响 周二的白天整个气温 就很明显的上升了 刚好也是小年夜了 所以周二温度升 开始回到比较舒适的天气 周三周四除夕到初一呢 温度可都在21度以上 南部甚至到了24 25度呢 但是可以注意到 天气晴朗之下 晚上有辐射冷却作用 日夜温差也明显 到了下礼拜五呢 刚好是初二要回娘家的时候 你往北走 北部又要转为有短暂雨了 倒是中南部 还是天气晴朗 所以这个过年啊 从除夕 一直到初二白天 都还是属于一个稳定的好天气 倒是今天 寒流晚上就逐渐冷空气要下来了 小丁您倒是给您一个提醒了 最主要中午的天气 还是属于比较舒适 但是晚上呢 北部气温下降 晚归的朋友 记得要穿保暖 现场交还给淑芬